相较于投共的前黑猫中的队员 魏国新生的情报员就显得很英勇 岳飞第29代子孙岳振武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他带领蓝中花特工小组空降到西藏 搜集大陆发展核武飞弹的前资 其他人不幸被抓 只有他因为躲在死人堆里 脸上抹着血水装死才暂时逃过一劫 不过最后还是被捕 遭到中共最近26年 真正能够回到台湾已经60岁了 205年两岸首都进行情报员秘密换服行动 但是到目前为止 依旧有上百名的情报员 还被关在对岸的监狱当中 1960年2月13号的夜晚 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 春月喜马拉雅山漫山的云层 飞到青藏高原上空 那个山本身是7400米 我们跳下去的4700米 凌晨时分 一个代号为蓝中花族的特工小队 在夜色的掩护下 一个个如鬼魅般从机舱里跳下 降落在海拔4000多米 光无人烟的高原上 明沙43度 那人都要死啊 蓝中花五人特工小组 侍奉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台湾当局的双重命令 在少校组长岳正武的带领下 前来执行特殊任务 中共正在研究原子弹 而且都在青海的海岸 所以这个傻娃娃里 有专业帖国土地区 替台美联合情报中心卖命 搜集对岸的核武资讯 当时年仅27岁的情报员岳正武 还是大宗名将岳飞的第29代子孙 怀着满腔热血 带领组员空降西藏 但好景不长 我们2月13号跳下去了 3月1号共产党侦察队 就侦察到我们 一包围当天他们都给抓住 就是我一个人跑家来 我是这个地方 一个子弹插过去 就像电影场景般 附上的岳正武只能死命的逃 成功摆脱追捕后 他和当地藏民组织了游击队 共同对抗大陆警方军 被人家包围之后 我们本是攻他们是守了 那你说我们不是很爱打吗 就没办法 就就死人队钻进去了 装死了 就脸上脑筋 管得找不到 也不是在兴棄不兴棄这样 就走掉了 共产党 就走掉了 为了活命 甚至躲在死人堆中 强忍尸臭味 整个人浸泡在死血中 因为他知道 这是唯一活命的机会 但藏了半个月 还是躲不过共军的大批势力 当时死血过多的他 被藏民抬进森林里躲藏 结果后来我的人全部打死光了 我也不知道了 他们都进来了 我也要死了 别人为主 都进来把我抓住 接下来面对的是一连串的酷刑 强光照 疲劳轰炸 电刑 吹得很 他们又发现 都绑住了 那个动作动作在这 只有头盔动 都在做这样子 他电视从这个地方 电视走最近的路 他从这个地方进来 他从心脏的打过去了 你有曾经受不了脑冻过去这样 就当然了 我不是一次 用过来的水给你破血 用过来的水给你破血 破血了 破血了什么关系 还是这个样子 心情当心很毒辣的 你天天用电影时间长了之后 这个地方麻木了都肿了 肿了之后就管弄了 大拇指上柳霞的凹痕 还记录着当年酷刑的残忍 被折磨到连胃都割除了 到了共产党里面就没有勇雅了 没有什么牛肉 羊肉 天天给你吃了 天天省心 天天这个生意上 心理上两个压力 病都来了 病都来了 我是12指上穿空 12指上穿空 所以我也切除了四分之三 在狱中苦难的日子 已过就是26个年头 没关64年 应该是64年 他们就不是特色的一批回来 特色 特色 共产党特色过 他们大批大多数人 都是那个时候出来的 但是特色没有你 没有 因为我是间谍不是特色 民国39年 日政务随着军队撤退来台 抄去军情局的勤干班 调派到中美联合情报中心受训 民国49年就派到西藏出任务 出发的时候还是个少年郎 出狱时已经白发苍苍 加上又被对岸限制出近6年 回到台湾时他已经60岁 这是你60岁的时候 对 他那个时候又起来 不是要人 可能没有把人离婚了 出任务前 马脑子只象征保佳卫国 根本没有心思结婚谈恋爱 回来后想找个伴 娶了大陆配偶 最后也离婚收场 当时的酷刑换来病痛折磨 几乎天天都得到医院报道 不止罹患肺癌直肠癌 还有糖尿病 但回国后让他更不平衡的就是 原本的关节竟被降级 我本来是少小组长 派出去少小组长 他说党案没有 党案那个给美国CIA带走了 美国68年断交的时候 有关于CIA的旅案事级 都带走了 他不用交了 把我的党案也带走了 最后只能以降两级的 中卫关节退伍 虽然能领到一个月 3万多元的退休缝 但当初他在大陆被关了 26年的金水呢 还是拿不到 给你发终身缝了 你自谋生计了 他就不管你了 他怎么管你 他不用 所以你们也没有什么 没有金那些 没有 没有房子 也没有什么考虑 所以都没考虑的 之后他激励到立元争取 虽然拿到些许补偿 但换损下来 顾得这26年 每个月的薪水 仅近2700多元 民国94年 国家情报工作法才颁布 像今年10月 因为2万换 服刑洞回台的两位情报员 能拿到应有的报酬 但他却不行 他们又补上你 他们又补上你 那你为什么没有 那你为什么没有 我这个不追溯到我这个地方来 我用不上 本法制公布自治实施吗 是不太公平 我不跟你讲过吗 心理上千万不要去比 越比越起 阿里 进来 对 如今84岁的他孤苦伶仃 没有房子住 只好四处搬家 最后租在新宁国塞内 实际上目前被关在对岸的情报员 还有很多 现在还有一百多国 现在还有一百多国 当然自从我们英国38年到台湾来以后 情报局先后派出的人员位数是很多 那单元甚至不只这个数目 大陆国安部门逮捕的36名间谍 多年来窃取大陆导弹部署情报 虽然两岸关系病逝 但在国共内战后 两岸一触即发的年代 情报员一生血泪奉献 尽管不是年轻一辈能够理解 但至少他们的晚年 政府能有些照顾